女人愿意让你泡的三大信号 别再傻傻错过了 一,你们的互动很积极 不会冷场 一个女生如果你觉得在你面前很女神 她一定对你没什么意思 相反的 如果你们之间的互动很有趣 你觉得很有感觉 恭喜你 她对你很有好感 可能已经喜欢上你了 因为爱不爱你 最鲜明的就是看她的态度 二,才刚再见 就又见面 女生如果对你有意思的话 一定会抓住时机 经常和你碰面的 像是什么偶遇这种情况 绝对会有的 因为对你有好感 想让你发现她的存在 又有点女生的矜持 就只能在你身边晃悠 希望你可以看见 早日开口 三,跟你见面前会精心打扮 她在你面前总是精心打扮过的 只要跟你见面 或者约吃饭什么的 绝不拉西百代 在你面前会特别注意形象 不会过于的不礼貌 讲脏话 会不敢支持你的眼睛 当得到你的夸奖时 她最开始会表现得很无所谓 然后不跟你一起的时候 自己会暗自高兴一整天 四,你跟异性走近了 就不高兴了 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子 聊得开心的时候 她会表情不自然 会不高兴 这时候明显的就是吃醋了 因为她喜欢你 所以不允许你和别人走得近 因为对你有意思 所以不希望你对别人笑 五,会试探性的让你介绍男朋友 女人请求你帮她介绍男朋友 以至于她对未来男朋友的描述 你会发现跟你特别相逢 或者女人是顾左右而言她 此时你不毛锤之见 更待何时呢